好 玩具TV 第23季第2集 已經說了 今集是非常精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史無前例地 我又沒有東西帶 監製就很好拿了幾件筍東西 變了不要緊 現在我手上拿著的一架巴士 如果大家是巴士迷 相信都不陌生 為何拿著這個狗巴說呢 封面很漂亮 不過這架並不是車仔 車仔的定義是拿著手來推 而這次要介紹的 你當它是模型都得 因為如果大家有玩開 死了 被我破壞了 我沒有錢賠了 沒錯 我拉錯邊 真的有玩開這個鐵片鋁片 即我又不能叫積玉 又不能叫模型 即是那類型的玩意的話 這件可以招呼你了 其實這次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金屬模型系列 九巴B8L 如果大家有儲蓄 都覺得不陌生之餘 這次會給大家一個新的挑戰 就是如果你要將它 砌這些鋁片玩具 你要玩多久呢 我們先看看板件 非常簡單 它會有一個 很精美的 咦 還在拍攝 很精美的車頭車尾車側跟的號碼 非常貼心地 我又看到這個3M雙面膠紙 厲害 好 接著 就會有一張 非常詳細的說明書 還會包著巴士站 說明書我沒有理由跟你玩那麼久 爆 不砌都爆 我都是那句 擺明犧牲的這個 這張應該沒有透明件 是穿的 是的 好 其實我想說 這架巴士 其實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 如果你是有砌開這個 鐵扁玩具的話 你放心 其實它的級別只是三星 透明件在這裏 厲害 這就是傳說中的巴士槍 石刻片模型 應該叫做 石刻片模型 你看到其實你說的件又不算多 所以相對性亦都比較大塊 Sorry 車身的內籠連著這個座位 全部有 你說四塊半 它是三塊半 所以 難度其實就不高 小小小個人意見 最麻煩是車輪 車輪 車輪 應該其他全部是直覺的東西 你問我 我覺得 一個多小時 應該都可以做得到 很快就介紹完了 有一個疑問 它片上是沒有號碼的 說明書上是有號碼的 那麼邪鬼? 我們用這個來看看 它說明書上 應該有黑色圈 白色字 應該是件的編號 哦 這個其實是DFI DFI 每一個車的座位 都是一樣的 所以變了都不用太擔心 然後這些呢 其實變色度也高 應該不會搞亂 不過 奇怪 說明書上有編號 但件上沒有編號 它其實是本身就住 我有沒有看錯 沒有 它只是分了ABCD 然後是看圖 就認識哪一件件 就陷入上去 有錯請更正 我們這些即爆 沒有號碼的 暫時沒有號碼 它本身有顏色 就不同一般的食蝦片模樣 就全部都是 單色 所以這個其實砌出來的 進步了 好像 好像一架 就是一架 編號在這裏 那你就要 因為有兩張說明書 它就不會印在石蝦片上 就用在說明書那裏 這張說明書就有編號 你辨證 哪一張打哪一張 這個就是 教你砌的說明書 有兩張 Rocker很公道 他看到是沒有的 這個就是玩具TV的 打到底 就算沒有號碼 也不會不會砌 好 如果要問這隻 我們下星期 就要辛苦地砌所有的成品 跟大家講解一下 怎樣的過程 怎樣的老樣 最後都循例說一說 149個組件 因為它還包含巴士站 三顆星 要買個石蝦片摺台才能做得到 原來這叫石蝦片摺台 我想這個意思是一個 讓你用 浪著 不知道呢 模型就有這些東西 就是一個台座 比較容易 反而我覺得重點是 你要有一把漂亮的 鉗仔 不是剪鉗 而是鉗 扭的位置會舒服很多 這個要編肥了 其實是否家製高達模型的鉗 是不對的 剪鉗和鉗是兩樣東西 原來這套鉗是它自己出版 是嗎 是 叫P-S-C-C-O-L 很厲害 是呀 你這樣賣廣告 你豈不是厲害 這些豈不是厲害 那是多少錢 沒有價錢的 或是賣廣告 是免費的 不可以問 不可以問問 這個是廠方借給我們 出去拍 當然我們會再問些資料 因為今天我們就心急 我們就拿出來說一下 下個禮拜見 所謂明豪給你 這一集是私人聖的 稍後見 我們期待這個 變形金剛之父 阿迪還在搖頭 出水 出水